美国民众开车出游的旺季即将登场 从今天起 每逢星期四 本台推出自驾游专题 在暑假期间带您饱览热门的自驾游景点 今天要为您介绍加州州府沙甲缅度 不但有好吃好玩 还可以带孩子来一场知性之旅 开车穿越海湾大桥 循着80号公路东向前往沙甲缅度 它位于旧金山东北方约90英里处 从湾区开车自驾游非常轻松 不塞车只要一个半小时 沿途开阔的景致有别于都会区的拥挤喧嚣 喜欢购物的人士 途中还可以在Orange Drive出口 到Vacaville Olet商场 采购一些平常舍不得买的打折或过季商品 有时也能捡到便宜 到了沙甲缅度 最重要的景点就是加州州府大楼 记得要从安检的入口进入 通过安检后 最先看到的是加州所有县 用当地特色精心布置的橱窗介绍 在这里我们很轻易就找到了旧金山 旅游专家常说 出游最重要的就是S-Local 问当地人 我们找个熟悉的面孔为大家导览州府大楼 这是哪里 这就是我们议会正门的大厅 那边进来的话 如果面对的这个大门的话 它右边就是终议会 左边就是参议会 除了州长和副州长的办公室等少数地方需要预约才能入内 州府大楼的多处地区都开放民众参观 可以从二楼去看到一下我们这个议会的大会上 甚至于在我们议会开会的时候 就是每个礼拜一的这个一点 或者每个礼拜四的九点 在这个开会期间也可以到二楼去看 州中议会是以绿色为主要颜色 州参议会则是红色 很容易分辨 一般市民不能到议场上 但都可以搭电梯到三楼 在观众席旁听 议场还有私房景点 这里是哪里呢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议会的 等于算是一个露天的休息室 原来会议一旦开始 异常的门就会锁住不让进出 议员们需要透透气可以在这里休息 当然也有室内休息室 看起来很适合密室协商 另外每星期一到三是委员会开会的日子 州议会共有33个委员会 公布栏上会贴出当天的会议 期间会看到议员们穿梭在不同的会议 提案参与讨论和投票 那么开会的情形 就都是对外公开的 所以像这样的Community Meeting 也欢迎各位来参加 如果有什么要表达意见的话 也可以站起来表达意见 因此周一到周四 也就是周议会开会期间 是最值得意游的 那在开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很多来参观的人在走廊上 那么还有一些来抗议的人 也会在走廊上 来支持我们提案的人 也会在走廊上 所以走廊都会显得非常拥挤 星期五和周末期间来访 虽然没有办法看到开会情况 但还是可以参观周府大楼 包括一楼圆顶大厅 以及加州议会博物馆 民众还可以提前预约免费的导览行程 可以更详细了解周府的历史 朱赶生还推荐大楼地下室 保留当年马车进入建筑的道路 很有历史价值 除了周府大楼之外 沙江缅度还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下一集将继续带您了解 现在与每家各地都可收看 旧金山湾区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旧金山湾区的观众 可透过KTSFAPP或电视收看 其他地方的观众 可透过SBTVAPP或上网 sbtv.ktsf.com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